今天视频来看一张显卡 这是一个技嘉的RTX3070显卡 非常的新 2020年11月份出厂的 买来估计也就 两三个月的时间 很可惜就坏了 因为买的是台榜 所以没法售后 先上机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开机之后屏幕可以点亮 进系统来看一下 据机组描述呢说是会花屏 在转圈圈的这个界面 花屏了确实是会花屏 花屏之后 就是黑屏了进不了系统 屏幕都是黑的一片漆黑 等了很久还是没有显示来重启一下看一下 这种进系统花屏 这种进系统花屏 就算是进了系统估计也是会爆错 事实伤 而且这种花屏 就像现在这种花屏 那花屏呢也学了很多了 是吧 还是从简单的 先跑一下显存的测试程序 看一下有没有哪一颗显存 和GPU之间的通讯有问题 在这个测试的界面同样也是有花屏的情况 跑完了测试显存是有报错 看一下报错的结果 是 B1 这一颗显存报错了 B1 那既然有显存报错有了目标那就好办了 直接把这个显卡给拆开 这是它的上了去 这个显卡板也是比较小的 供电也是 延长的线 这是RTX3070的显卡 那B1 就是这一颗了 最右下角的这一颗显存报错 正面反面也都没有看到有缺件 好吧 既然它报错那就先干它 这个是三星的DDR6的显存 先把显存给拆下来 链子轻轻取下 取下显存之后发现这个显存是有掉点 看来这张显卡也是有过磕碰 显存掉点了 那掉点了问题就好办了 直接把焊盘给清理干净 用锡线把焊盘 拖平整 把多余的焊油给擦一下 显存的焊盘这边是完整的 没有掉点 看来这个显卡应该是可以秒杀 给它找一颗同型号的显存 装上去 装显存也很快 直接拿风枪对着吹两下就可以了 OK现在这个显存是已经换好了 把残留的焊油给简单擦一下 直接把这张显卡装起来 装回去之后再来上机测试一下 你看在这个测试的界面也没有之前的花瓶了 看来问题很轻松 直接秒杀 30系列的显卡 花瓶修起来和之前的也差不多 直接PASS 还报错 这不科学 A0 A0又开始报错了 A0 刚刚是B1 换掉了B1 现在A0又爆错 先重启进系统来看一下 看一下现在能不能进系统会不会花瓶 之前是那种横杠的花瓶 就满屏幕全是横杠 又花了 现在是满屏幕都是小点点了 看来还是显存有问题 跟之前差不多 不过花瓶的现象不一样 同样也是进不了系统 再跑一遍测试 显存还有爆错 我一看 原来是A0在爆错 好吧 A0爆错直接把A0给换掉吧 A0就在B1的隔壁就是这一根了 可能是A0这个也有问题了 直接把它拆下来换掉 A0没看到有掉点 那直接把它换掉吧 换好之后再来测试一下显存 还会不会有爆错 现在该轮到A1了 成功PASS 现在是没有爆错了 8个显存 通讯正常没有一个位置爆错 好下面再来进系统来看一下 在撞圈圈的界面 没有出现花瓶 成功进系统了 正常进入系统 分辨率也正常 桌面右键也能看到 恩伟达的控制面板 说明显卡驱动已经正常去上 没有爆错 设置商 RTX3070 来简单跑一下这张显卡的相关测试 鲁道士的跑分 这个帧数也很高 3070跑分跟 超过 超过了2080Ti 2080Ti的跑分 在我这个平台上面 都没有这么高 307045牛逼 那简单运行下这张显卡的其他一些相关测试来锻炼一下 锻炼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发货了 这张显卡的颜值还是很高的